这是一只寄居在你家的慈性美洲大连 即便没有雄性参与 它也能利用孤雌生殖的特性独立生载 第一个月它生了两颗卵鞘 每颗卵鞘约有15粒卵 有37%成功孵化的可能 接下来它每个月会按着这个节奏再生一批小蟑螂 头一批卵在第六个月已经成虫 开始繁育新一代 最终你能在半年里收获189只雌性大蟑螂 拖鞋和粘板根本没办法替你清除那么多蟑螂 要想根除还得用药 今天你能在超市里买到喷射型 蒸熏型和幼耳型三种蟑螂药 喷射型就是各种杀虫喷雾 让药剂从蟑螂的外骨骼渗入体内 以2.5%秀琴举止喷雾剂为例 它对蟑螂的半数致死量是每千克15000毫克 以每秒0.4克的速率连续喷噬100秒 才有50%的可能杀死目标 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化假设 蟑螂忘了溜得比你还快 蒸熏型蟑螂药借助滤芹举止烟雾 通过腹部呼吸用的气门进入气管引发中毒 但在使用烟雾弹前最好和邻居打声招呼 免得消防队紧急出动 直到消防队员进屋搜索 才发现穿阔的竟然是这个 这种化学的烧起来 会感觉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说我才知道 那些杀虫肌 这两类蟑螂药的核心成分 主要是拟蜀虫菊子 前身是蜀虫菊中的天然蜀虫菊素 在上十几70年代实现了商品化合成 用来杀蚊子 杀蚂蚁杀蟑螂 蟑螂的神经元和人差不多 由细胞核、竖突、轴突和突出构成 拟蜀虫菊子的把镖是 轴突上的电压门控离子通道 这类通道的打开和关闭 受抹两侧离子浓度变化的影响 拟蜀虫菊子让通道无法闭合 钠离子持续流入 引起神经系统麻痹 最终致死 然而应用了半个世纪 蟑螂早已对拟蜀虫菊子产生了抗耀性 在这一连串胺基酸序列中 有三个位点发生出变 因那离子通道不受拟蜀虫菊子的影响 产生把镖抗性 今天 拟蜀虫菊子已经很难杀死蟑螂 反而可能误伤你家的猫狗 于是 更先进的幼儿型杀虫剂诞生了 大概长这样 被称作灭张胶耳 让蟑螂吃进去再毒发身亡 核心成分通常是新烟碱类 化学性质类似下咽中的尼古丁 1984年 医药剧头败尔合成了第一个新烟碱类杀虫剂 笔虫菱 之后的十几年 新烟碱类产品每年能给败尔挣将近8亿欧元 刚开始蟑螂吃的可欢 十分钟后 药物开始起效 一个小时内到地身亡 在这段时间里 蟑螂体内发生了什么变化 让我们回到蟑螂的神经元 两个神经元通过突出传递信息 但它们之间并非紧密相连 为了跨越这个间隙 需要神经地质 借助囊炮从突出前膜抵达后膜的受体 开启配体门控离子通道 将信息送进细胞内 胶耳中的笔虫菱 作用于突出后膜上的烟碱形 以先胆碱受体 这是一个由5具体蛋白质构成的离子通道 它的配体本该是以先胆碱 但笔虫菱抢先与受体结合 并导致离子通道无法关闭 膜外的纳离子不受控制的流入 蟑螂过度兴奋 麻痹而死 可以这么说 蟑螂相当于嗑药死 死掉的蟑螂会分泌聚集性吸塑 吸引同类前来分食尸体 当蟑螂吃下有毒的残骸 活性成分转移 造成二次灭杀 甚至可以再次传递 实现三次灭杀 新烟碱类化合物 专门对昆虫起效 与哺乳动物神经元受体的结合 要弱得多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猫狗物时的危险程度 但现在新烟碱类杀虫剂 可能也不太管用了 蟑螂还靠另一种机制 摆脱药物操控 代谢抗性 2018年Nature Communications 更新了一篇关于蟑螂基因组的论文 在美洲大连体内 存在着一个独特的解毒系统 包含多种酶和转移蛋白 当蟑螂要进入体内 解毒系统被激活 这些酶和转移蛋白会扩增 将活性成分代谢掉 各式杀虫剂的滥用 反而让蟑螂发展出越来越强的抗性 今后 秘诀蟑螂的唯一希望 可能就靠中医了 在四川西昌 这个全球最大的蟑螂养殖基地 60亿只每周大连 每天好吃好喝 等待6个月后 最终就被做成这款 名为康复心液的忠诚药 我是陈晓军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微信、b站、youtube 搜索、回应帧、pay per clip 关注我们 在微信公众后台回复蟑螂 和获取本期节目用到的几篇论文 我们下期节目见